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每个礼拜五固定的环保日 小朋友是力气小 稚气却不小 他们认真的裁匾旅罐 分类纸张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环保概念 还会带回家 教导给父母亲 小小的脚力气不够大 不能把罐子裁匾 所以孩子们牵着老师的手 使出全力跳啊跳 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 地球生病了 地球生病了 为什么地球会生病 因为有蜡蜜 地球生病了 所以即使年纪这么小 也要开始为大地尽一份心力 环保的观念就在日常生活中 游戏中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 好玩吗 好玩啊 我们要从小孩子小的时候 给他这个习惯 他大了之后他才会做环保 每个星期五 就是马来西亚慈基幼儿园的环保日 孩子们从四岁到六岁都有 他们会仔细分辨纸张的颜色 用心做分类 同时还会回家带动家长一起做 善的循环就在孩子们身上 做了最好的见证 大爱新闻杜惠希 庄记制 马来西亚槟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